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念有很多种修法 我们昨天就特别讲了三十二身份或者又称为三十二形象的修法 三十二身份的修法也属于不尽的修法 不尽的修法 从业处上来分一共有十一种 其中十种是外在的 没有生命没有意识的不尽 成为无意识的不尽业处 另外一种是有生命有意识的 那就是身体的三十二个部分 我们在讲到实不尽的时候 达萨阿苏巴的时候呢 就已经讲到了无意识的不尽 昨天晚上我们又学习了有意识的不尽 因此不尽业处一共有十一种业处 这两种业处都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修止的 一类是修观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笼统地称为不尽观 如果把它当成修为巴萨那的时候 才称为不尽观 平时呢只能够叫做修不尽 如果说透过去思维观察 三十二个身体的部分 来自达到粗产 那只能够称为修止 而不能够修观 唯有取这三十二个部分 去看里面的色据 然后再分析色据里面的究竟色法 见到究竟色法的本质都是不尽 那个才叫做不尽观 对于十种不尽也是怎么样 修十种不尽的时候 如果只是去 去外在的不尽相 去专注不尽相 来自升起四相 而透过专注四相而达到成那 也不能叫做不尽观 那个不是观 那个是修不尽 而培养止 培养定力 如有像在大念初经里面讲到的 看到了外在的尸体 然后再对比自己的身体 然后再升起对色法的过患 看到色法的过患 燕离和奇观 那个时候才能够叫做不尽观 讲完了不尽之后呢 我们现在再来讲 入出西念 阿那巴那撒地 同样的入出西念也是可以分为两大类的修法 第一类的修法是 称为止业处的修法 Samatha Kamathana 另外一种呢 是观业处的修法 叫做Vipassana Kamathana 对于修止的方法呢 我们在大念初经里面的 生之念的第一个部分 大念初经讲到 讲到生随念 生念初的时候 讲到了十四种方法 其中第一种方法 就是入出西念 而入出西念在大念初经 Mah Satipatana 所当里面也是讲到了 有修止和修观的方法 又在入出西念经 中部入出西念经 等这些经典里面 也是叫做修止和修观的方法 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先来学习 透过入出西念来修止而培养定力的方法 然后我们之后再讲 如何透过入出西念来修观的方法 修Vipassana的方法 首先讲到为什么称为入出西念 它是巴黎以Ana-bana-satip的意义 Ana-bana-satip是入出西 Ana-bana是入出西 Satip是念 或者说Ana-bana是由巴黎语两个词的组成 一个是A-satip、一个是Bassa-satip A-satip跟Bassa-satip有两种说法 根据利教法来说 Satip是呼出西的西 呼出来的西 或者说叫出西 Bassa-satip是入的西 吸进西的西 然后阿萨萨加巴萨萨就成为阿娜巴娜 这是律教法的说法 因为律教法的认为说 当一个小孩刚刚出生的时候 他是先出气后面才进气 所以应该是从出气开始 因此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就叫做出入戏 但是在律教法里面 就是一些持经的大长老们 就认为说阿萨萨应该是吸气 就是入息 而巴萨萨是出气 呼出气的气 所以就成为出息 由于我们现在在修禅纳的时候 通常是依经教法 所以我们取 取的是阿萨萨是入息 巴萨萨是出息 因此我们就翻译成入出息 还要注意呢 是阿娜班娜如果你要依应译的话 你就直接翻译成阿娜班娜 你就不要念成安班练或者安波练 这个是不对的错误的说法 如果是从音译上来说是阿娜班娜念也好 如果是从意译上来说入出息念也好 那么这个就是这一种页处的名称的来由 那入出息念在这四十种培养定力的页处当中 他有独到的优胜之处 但是以其他的页处 其他的残求方法没办法比的地方 首先这种页处是很威细的 很殊胜的 因为我们有时候去取其他的页处 其他的页处是粗的很粗略的 我们昨天刚刚讲过的深知念 所言的本质是怎么很粗的 是让人生起厌恶讨厌的 例如讲到十不尽 十种不尽也是很粗的很粗略的 它是让人生起厌恶的 又比如说地变 修地变我们要先去找泥 找泥的变相然后来去做 所以这种页处也是很粗的 地水火风等等都是怎么样 入出信念是很威细的 他在各种页处当中有读到的 他的所言是很威细的 然后另外呢在其他的业处当中 我们通常要去做一些准备 例如说讲到禅相有三种相 第一种是变坐相 第二种是取相 为了要取到相先要去做 去做变坐相 也就是我们先要 为了要拿取修行的相 我们必须得要先去寻找去准备 修地变先要去做地的变相 我们在讲十遍的讲到 水遍要去找水的变相 火遍要去找火的变相 风遍要去找风的变相 青遍黄遍红遍白遍都要去找变相 是不是特别是修不尽 我们讲到修不尽要去怎么样 去坟场里面去找尸体 这些都是要特定的 甚至刻意的去找特定的对象 才能够修才能够取到相 但是对于修入出信念的时候 用不用特意去找 不用 有没有人需要特意去找 哎呀我的呼吸不见了 怎么办呢 不用担心 每个人都有呼吸 只要我们有生命 我们就有呼吸 所以不用特定去找 你指这种变坐相是现成的 它是不用去刻意 我们只要把信念放在呼吸上 就可以找到的 这样的话呢 它的变坐相是现成的 所以入出信念又有这样的一个 说声的地方 还有另外一种说声的地方是 这一种夜处 它在其他跟其他的夜处对比的时候 这种夜处更容易让心平静 例如佛陀在Mekhiya Sutan Mekhiya经里面就讲到 如果想要去除贪应该修不尽 想要去除秤应该修慈心 想要去除散乱 就想要去除妄想妄念 就应该修入出信念 在律藏巴拉吉嘎里面 又讲在巴拉吉嘎的第三条里面 的直接因缘里面 佛陀就赞叹修入出信念 就好像在秋天的天 如果是很炎热 空气中充满了灰尘 突然来了一朵乌云 下了一场大雨 下了大雨之后 天气就很晴朗 空气很清新 那对于修入出信念来说 也是能够去除这些新的尘埃 去除新的杂念 就是这么样 还有另外一个更殊胜的地方呢 在清净道路里面就讲到 在各种夜处中死为罪上是一切知的佛陀 独觉佛和佛弟子们殊胜证证物和献法乐著的足处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已经把入出信念的功德说到了最高 就是在四十种夜处当中 就是在四十种夜处当中是最伤的 这一句话 就解释清净道论的大复咒里面就这样讲到 殊胜证物和献法乐处的足处是指一切诸佛以及一部分的独觉佛和佛弟子们的殊胜证物以及通过其他夜处证物殊胜和献法乐处的足处 那这一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说一切的佛陀不管是过去的佛陀 现在我们的Gottama佛陀或者未来的一切未来佛也好 都是透过修入出信念 证得禅那 然后再由入出信念所证得的禅那 转修Vipassana 转修观 然后才证悟的 这换一句话说 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必然在菩提树下觉悟的时候 它是以入出信念作为自己的根本业求的 我们就以我们的Gottama佛陀为例子来讲一讲 在菩萨还小的时候 有一次他跟着自己的父王 Sototana 金饭王 去到外面参加农庚节 因为当时是农业社会嘛 所以国王也是为了支持农业就参加农庚节 我们的菩萨西达多太子就去到农田里面看到 那些农民把梨离过了田之后 那些田里面的虫子就被翻出来 然后鸟就抢着去吃 然后又看到老鹰又抓死又吃 其实他看到啊原来这些众生那么残酷啊 那他就没有心看上去 就去到一棵占卜树下 现在我们有时候也是吃的一种占卜果啊 联路啊或者占卜果 那去到这棵树下 开始专注自己的呼吸 结果就在当时就达到了出场 后来等到他的父王发现 哎怎么他的儿子不见 终于在一棵卜树下 发现他的儿子在长座 而且很奇怪的是呢 太阳已经吸血了 但是树的影子还是照在菩萨那里 不会随之日影偏移 当时金黄黄听得很惊讶 于是就向他的孩子鼎礼 所以这呢 这就是说 当时我们的菩萨很小的时候 就透过入出西念正德的出场 有了出场体验 有了成那的体验 后来我们的菩萨 他在三十五岁的时候 已经经过了六年的苦行 当时 其实我们的菩萨之前已经有 有成那的 因为他是在 刚出家不久 就跟禅定大师学习的成那 那后来他又经过了六年的苦行 最后他就想 我现在说 经受的这种苦 自我折磨 不可能有任何的人超过我 在过去也不可能有人超过我 未来也不可能有人超过我 但是我经过 这么激烈 残酷 猛烈的苦行 仍然不能得到殊胜的证悟 那一定还有另外的道路 然后他就想起他小的时候 在詹布树下的那是 缠那体验 因为修苦行 是这么样的 他通常都是认为说 一切快乐都是 会产生执着的 于是他就要平气 要抛弃 要阻挡一切的快乐 但 当时我们的菩萨就想 我小的时候 这一次缠那体验 是很快乐的 而且这种快乐 并没有任何 贪欲的污染 他是清净的 应该他就是处理之道 于是他就决定放弃苦行 于是接受了苏加达供养的乳粥 然后到尼兰迦那河洗了个澡 之后就坐在菩提树下 那由于他想起 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苦行太虚弱了 身体很虚弱了 所以想要修缠那 必须得有体力 他是先吃的一些东西 洗的澡 然后去缠坐 于是他就开始转出自己的呼吸 通过转出呼吸 由于他的巴拉妹即将成熟 很快就占得了缠那 不像我们现在做 做好几天做好几个月 还不能正得缠那 他就在当天晚上 他就正得了缠那 一入初心念正得出缠 第二缠 第三缠 第四缠 然后在初夜时分 他就转修Vipassana 然后在初夜时分 他正得了Bubbe Nivasana 就是他对于过期生能够看得很清楚 自己的过期生是什么状态 然后在中夜时分 他又正得了友情死生制 就是看到了我们平时所说的天眼制 他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一夜果法则而投生 在后夜时分 他就正得漏进制 他如实的知见了四圣地 从那个时候 那个开始 他就称为 Sapha Nyutta Buddha 一切知智的佛陀 那由于我们的佛陀 是透过修入初心念 作为根本夜处 正得禅那 有禅那在转修Vipassana 有Vipassana 在证悟的 所以自主 他证悟了佛果 证悟了Sama Sambutta 证悟了政治觉 所以就自称了殊胜证悟 由于我们的佛陀 是透过修入初心念证的殊胜证悟 一切的佛陀也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想想 如果我在修入初心念 我们是不是在跟着佛陀 当然呢 并不是一切的独觉佛和佛弟子 都是修入初心念 但是也有很多 有很多的独觉佛 也是透过修入初心念 作为根本夜处 然后再正得禅那 然后再转修Vipassana 正得独觉佛果的 或者说佛弟子也有很多 当然也有其他佛弟子 只修其他 例如说苏布迪 宗旨他是修慈心 各种的弟子他都有 他自己的根本夜处 但是呢 有很多的夜处都是 例如说佛陀教导 拉乎拉宗旨 也是当时佛陀就直接教导他 去修入初心念 等等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佛的在世的时候 很多弟子也是修入初心念 透过修入初心念 转修观而成就阿拉罕圣道圣果的 那这由于 入初心念 是一切诸佛 以及很多的独觉佛和佛弟子们 证悟圣道圣果的足处 就是静音 直接的原因 那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就成为殊胜证悟的足处 那献法勒就是什么意思 献法就是 也就是今生 现在世 是快乐的足处 快乐的足处 什么叫做献法勒足呢 就是今生的快乐足处 我们想一想 一旦睁开眼睛 看着自己 看着各种不同花花绿绿的世界 一旦我们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很吵杂 这个世界很纷乱很吵杂 然后对着一大堆很烦的事情 看到若去到公司 对着很多很繁杂的文件等等 一旦回到家里 又采米油盐这些很琐碎的事情 那心生快乐就很烦 很烦 那如果有残纳的人 他就有能力入禅 一入禅这些烦恼的事情怎么样 全部这样的严严的 入禅快不快乐 快不快乐 可能有些人不敢 没有信心回答是吧 有体验的人 他就可以很肯定的说 确实很快乐 阿欧苏康 他会这么样的想法 有能力入禅的禅修指 他就可以入禅 在入禅那个时候 他是不是很快乐 他可以体验到很殊胜很微妙的快乐 而且这种快乐是没办法 所有的欲界的乐或者感官刺激乐 是没办法体验到 没办法对比的 无法比喻的 而且这种快乐 不是要等死后 是在今生 甚至你想要在这一分钟 你入禅 你就这一分钟体验快乐 你想要这个小时入禅 你就这个小时体验快乐 是不是 那所谓献法就是在 你现在今生当中 你现在这个时候 你想要快乐 你就进入快乐 你可以自己调控的 我们说追求意乐是 我们不能够控制的 我们追求的很辛苦 可能在我们到手的时候跑掉了 那我们就可能很辛苦了 很痛苦 很懊恼 但是这种快乐是随手可得的 只要我们拥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一入长纳 那就可以获得 而对于佛陀 以及读觉佛 和圣地子门的 他可以用这一种方法 就可以入出信念 一旦进入入出信念的成纳 那么他在今生就是很快乐的住处 或者说他可以以 这些成纳有基础 然后再进入果定 在修观 然后再进入果定 进入果定的时候也是 宣伐的住 因为 他们取涅槃为目标 那就好像 说 入出信念是 就是 这些圣子们 证悟 圣道圣果 包括佛陀 证悟佛果 还有他们今生想获得 现法乐 就是最直接的原因 所以就称为 族处 称为静音 族处 就这么样的意思 而且我们的佛陀 也是经常有入入出信念 缠纳的 就有如在相应部里面 相应部的入出信 相应 佛陀就讲到 有一次佛陀 三个月 现在叫闭关 三个月不出来 除了送饭的人之外 其他的人都不能够去见佛陀 那三个月出来之后呢 佛陀就告诉他的弟子们说 如果那些外大们问我 问起我说 你们的老师在三个月做什么 那你们就可以回答他 我们的老师在三个月当中 以入出信念定 而助以宪法乐主 就是进入入出信念的承拿 所以佛陀是修这种业处的 即使佛陀震入了佛果 他也经常在进入这种缠纳当中 所以我们在思维 现在我在专注呼吸 我在专注呼吸 我就是在追随佛陀的道路 而且亲近道路来讲到 这一种夜处是伟人的夜处 不是那种低等友情的夜处 不是低等的众生可以成就的 所以我们如果是也在专注呼吸 我们也是伟人的 所以我们要 对这种夜处要有信心 这种产修的方法要有信心 好 那我们讲了这种夜处的殊胜功德 他的利益之后 我们下面再来讲讲 那应该要怎么修 怎么去做 不要我们讲的天花乱坠 但是怎么走 怎么去我不知道 那也没有用 那现在我们在讲 在很多经典里面 佛陀基伏就是这么讲的 这就是讲到 以为常修者想要修入出息念的 准备阶段到如何来修 经文是这样讲的 诸彼枯以子彼枯前往陵野 前往树下 或前往空闲处 结佳夫作 保持其身正直 至念于面前 他指念于入息 指念于出息 这就是要修入出信念的最基本的方法 于此 这里的于此 是指在我们佛陀的教法当中 因为这种方法 它是在佛陀的教法当中所独有的 而不是一些外道们所教导的 所以就称为于此 前往陵野 临野 巴黎叫做阿拉尼 阿拉尼的意思是指 远离村庄的安静的地方 包括森林 包括野外 郊野等 只要不是在村庄 远离 远离村庄远离草杂的地方 那些都称为林野 树下 这很容易理解 就是在树的下面 空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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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 没有种种干燥 没有声音 很安静的地方 就称为空险处 这是指 适合禅修的地方 为什么修处初心念要寻找这些地方呢 因为佛陀曾经说过 声音是禅纳的次 在培养定力的时候 声音对禅纳来说是特别的干扰 所以佛陀曾经说过 声音是禅纳的次 那我们再思维一下 思考一下 这四十种业处当中 没有任何一种业处 是透过专注声音来达成的 而且专注声音也不可能成就定力 是不是 因为它是透过耳门 而我们修定是透过义门 培养义门的 而不是透过耳门的 眼门耳门也都不可能 我们虽然可以借助 但是真正的定力 它必须也是纯异门的 所以呢 才会说到 声音是缠纳的次 或者是粗产的次 由于这些地方 都没有很多诱人的所缘 例如男人啊 女人啊 打扮得很花俏的一些姑娘啊 等等 这样的话 那么变成说 他的心容易平静 而这些地方 又没有像 车的声音啊 像的声音啊 马的声音啊 人说话的声音啊 音乐啊等等 又没有这些的干扰 所以它是适合禅修的 结迦夫坐 巴朗刚 就是指盘腿而坐 为什么要结迦夫坐呢 因为在四种姿势当中 坐姿势是最稳定的 四种姿势集 行走 站立 坐姿和躺卧 行走 如果一个人行走 没有定力的话 行走 几乎是不可能入常的 站立呢 由于站立 也容易 使身体疲劳 因此也不适合入常 躺卧呢 由于太舒服 而精进力会不足 所以躺卧子 也不适合入常 那坐姿是最好 而在坐姿的时候 如果我们又想 翘着二郎腿 这样来做也是不适合 或者说抱着膝盖做也不适合 那应该怎么坐姿 如果盘腿而坐 这样的话是很稳当的 就是从四角上来看 人是成三角形的 它是很稳的 不会偏一边也不会偏一左边 不会偏一右边 这种姿势它是最稳的 就好像一切 我们都看到绝大部分的佛像 就是这种坐姿的 这种坐姿就是结佳附坐 那结佳附坐呢 又有几种 一种是双盘 双盘是指把两只脚的脚心向上的盘腿来坐 如果能够这样做是最好 假如不行的话就可以单盘 再不行的话就散盘 就退一步来说 总之在坐姿方面 坐姿方面呢 是要坐得舒服 由于舒服才不会经常变换 因为人的姿势是这样的 它维持到一定的时间 就会产生酸痛 由于酸痛就会变换姿势 由于变换姿势 过多过频繁的变换姿势 会干扰到培养定力 因此选择一个舒适而稳固的坐姿 对培养定力 对长时间的坐姿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的结佳附坐 之后再保持其身正直 这里的身是特指上身 之后面的脊椎 就是腰椎 十八个腰椎骨 它几乎是连着 如果是从正后面看上去 它是一条直线 而如果是从侧面看 它就是一个微微的一个S型 就一个SX型 也就是说 它避免了歪曲的坐姿 歪曲呢 如果是歪向一边 或者歪向一边 这个就称为歪的 又或者说 是 弯着像公羊 或者坐着像个C字型 这样的话就不能够叫正直 也不用像士兵一样挺着 为什么这么样呢 因为 如果做姿做的不正直的话 那它会有很多的过患 如果是经常弯着坐的话 那它容易是 身体一边受压迫 或者说一边受压迫 如果经常是这么样 弯着腰来缠坐的话 它在坐久之后 容易产生胸闷 或者感觉到呼吸不顺畅 如果挺得过直的话 那下坐之后呢 容易产生腰痠背痛 或者说感到很累 或者感到这腰部这边 跟肩膀很痠痛 因此 采取 中庸的 平整的坐姿 是最好 最适合的 这样的话 既能够持久 又不会 容易产生 腰背的疼痛等 自念与面前 巴立木坑 让 satik upatapetua upatapetua 是建立 或者限起 让念 限起或者建立 确立在 巴立木坑 哪里是巴立木坑呢 如果修入出信念的时候 就是这里是面前 就是我们说鼻端这个地方 是属于面前 或者说把页处 把正念建立在页处那里 这一句话呢 就是讲到 先去到一个 适合修行的地方 然后再做好修行的准备 因此我们就看 前面这三句话 前往林野 前往树下 前往空闲处 至今指出了 适合禅修的地方 而杰加夫做报 是其身正直 这个是指 调身 而自念与面前 是指调心 让心安住 在 这个地方 然后他指念 入膝 指念以出膝 这里 这里就讲 到了指念以 Satova Asa Sati Satovasa Sati Satova 这是Sati Ava 只是他意思就是 除了入出膝 其他的所缘 其他的外缘 都不用去管他 而 只是把心念 按住 投入在呼吸上 就可以 为什么要 选这样的一个地方 然后 再把心念 放在呼吸上呢 因为 如果我们 没有去训练自己的心的话 那么心就会经常 东跑西跑 是不是 由于心经常东跑西跑 那我们想要让它安定下来 那是不可能的 由于心都安定不下来 那我们要让心听话 也是不可能的 为了要训练 这一颗心 我们就要把心 安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在清清道论里面 就打了一个很好的比喻 论中这么样说 所以像木子想要寻服一头 喝野母牛之乳 长大的野牛犊一样 先须代理母牛 在一边埋了大木桩 并用绳子绑在那里 那时这头牛犊做各种挣扎 却不能逃脱后 只能在那木桩边做祸祸 同样的 此笔窟想要调服 长久以来 引各种颜色所言等之未 长大的邪恶之心 先须离开 原色等所言 进入灵月 来到树下或空闲处 因你念之神 绑在那入初膝之庄上 如此他的心做种种 挣扎以前所习惯而不得的所言 却不能挣脱念之神而逃脱 只能依那所言而以进行或安置而做祸祸 你看多么好啊 所以这里的意思是指 用寻服一头野牛来做比喻 想要寻服一头野牛犊 这头野牛犊 由于习惯经常喝母牛的牛奶 喝大的 那你要寻服他是不容易 如果是他刚刚出生 你就把他抱来 就很容易 但是如果他已经长到一定 一定时候了 你要去寻服他就更难 但是还是有办法的 要先把他带离母牛 如果他看起母牛 那么母牛到处跑他的心 就跟着他了 然后再一边用大木桩 埋了他用绳子 用麻绳 很牢固的绳 就把这牛犊的鼻子绑住 然后一头就绑在木桩上 那由于志同 牛他经常想要跑到树林里面 跑到他母亲身边 他就会不断的摆动啊 甚至去踢啊 去想要挣脱绳子 但是他发现怎么挣脱 他都没办法 挣脱这条绳子 于是他就乖乖的 坐在木桩上了 要寻服一头牛 就是怎么样 同样的 一位禅修者想要寻服自己的心 调服自己的心也是怎么样 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 习惯性的去追随 各种各样的 娱乐目标 经常想要看漂亮的东西 就可以看漂亮的东西 想要听好听的声音 就可以听好听的声音 想要吃好吃的味道 就可以吃好吃的味道 想要有很舒服很柔软的触觉 特别是在家人 在家人我们就生活在 娱乐当中 就是由于在家人 他要用各种不同的手段 各种不同的方法 来满足自己娱乐的心 追求娱乐的心 所以你们现在回到家里面 去看你们自己家 其实各种各样的摆设 都是在满足你自己的娱乐 我们做得很舒服 那个电视的屏幕要大 音响要什么环绕啊等等 这些东西 所以一切都是在满足自己的 追求娱乐的心 有一种习惯呢 一旦离开了娱乐 那心就做挣扎了 就好像你把一条鱼 抓里了水 放在陆地上 它就会蹦蹦跳跳 是不是 我们的心也是 如果现在 叫你去的山林里面 哎呀 怎么又没有电视看 又没有电话打 又没有报纸看 浑身不自在 不是做什么好 因为没有了这些 心已经被污染了 那于是 如果想要寻服至一 颗心就先要 离开这些研赐所 离开这些娱乐的目标 所以说佛陀说 要去到林野 去到树下 去到空前处 因为这些地方 它并没有花花绿绿的颜色 没有那种无私足之乱和 没有各种的音乐声音 它都是很安静很平静 你要看是看树看草 就是这些而已 但只是 离开这些 欲乐的目标还是不行 它必须得要寻服它 就是用正念的绳 绑在肉粗膝的庄上 我们就把这里的呼吸 比喻成木庄 再把正念 把正念比成绳子 念越强 心越不容易挣脱 念越弱 心越容易挣脱 这个心 就比喻 那野牛毒就比喻我们的心 要寻服 很野的心 就像寻服一头野牛一样 寻服野牛又有方法 就是用木桩再用绳子 寻服我们的心也有方法 就要有固定的所缘 还要有正念 所以我们说 入初息念 已经包括入初息是等于木桩 而念是绳子 训练的是心 所以我们是借心调心 借呼吸来调伏 降伏我们的心 这样他的心 做各种挣扎 以前所习惯的不得的所言 却不能挣扎念着神而逃脱 在刚刚开始禅修的时候 心就老是想要跑到自己的目标上 现在如果大家去参加力去 或大家来常做的时候 就做着做着就想我家里还要怎么怎么样 或者说再想到昨天 在家里做了什么 看一场电影 或者讲到明天或者今天晚上我回家 之后要怎么怎么怎么样 又再盘算着怎么去享受欲乐 怎么样去满足 这一颗哪怕只是几个小时都待不住的心 所以如果说能够用很强的正念去训练它 一旦心跑开了很快就回来 跑开了很快就回来就可以 在成修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 当正念升起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妄想 当你妄想的时候你的正念就已经没有了 是这样的正念跟妄想是不会并存的 你说我今天坐在那边很多妄想想东想西 很明显你就没有正念 你用一颗丝线来绑住你的心怎么绑得住呢 要用一颗麻绳最好用铁链 那你的心就能够乖乖在那边它就不会挣脱了 所以正念跟妄想是不共存的 如果你的正念真的是很强 牢牢地走在我们不用刻意去改变呼吸 就好像你的目装本来就是在那边 你不用刻意去改变 改变的就是让你的正念如何更强 然后我们的心刚开始都还是习惯在那边 争啊争查争查 就好像我们在强坐的时候 几乎参加Litray 如果Litray是One monthLitray 那么你可能最初那四五天 你坐在那边就是怎么样 想着想着这个想着那一个 都很难平静下来 当有过了十几天 或者二十几天的时候 你的心就开始乖了 是不是啊 有时候要看到Litray 看到其他的有很好的体验 是后来发现怎么那么快就一个月就过去的 或者是二十天过去的 就是怎么样 那当心发现无论做任何的挣扎 都不能够逃脱正念之后 它就只能够依呼吸之力 所以就以进行定 或者安置定做活动 就这样就透过自理培养 进行定和安置定 所以在我们修入初心念的时候 我正念一定要强 这也就是 Sau Sato Va Asasati Sato Va Asasati 他只念于入膝 只念于初膝 或者他的心念 只是维系在入膝和初膝上 那我们再来讲一讲 修入初心念 到底有哪些过程呢 有哪些次第呢 要知道我们在这里讲的次第呢 已经包括了 从刚开始专注呼吸 心还很杂乱 一直到 证得阿拉罕果的过程 我们可以分为八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鼠 Kanana 这是鼠西 鼠西 我们先讲一讲 第一是鼠西 第二是水 Anubantana 是跟水 跟水呼吸 第三是处 Pusana 这里是处处 就是处点 处处 Touching point 第四是安住 Avāna 安住已经是安住的 Avāna 已经是入定的 第五是观察 Avāna Sālāk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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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Bālīpālīpāsālākana 已经真的胜过了 第八是反观他们 第三是 Bālīpāsālākana 这是观察 实实的观察 观察他们 或者说 是行察到过 就有 这八种方法 来修习 入出西念 在这八种方法当中 前面四种是修止的 后面四种是修观的 或者说 只有第五种是修观 而第六 第七已经是圣道圣果 包括了 这里就包括了 用入出西念 修法 经过世间到出世间的过程 那我们先来讲讲 第一种是修 Gālākana 修是指一个人在 刚开始禅修的时候 心很乱 很散乱 没办法安定下来 哪怕专注呼吸一分钟 心都不能够持续 都会跑掉 就好像我们刚才讲到的 心已经习惯你以前的 遇乐目标 他一旦离开了这些目标 就在那边挣扎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应该用数吸 在数吸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呼和吸的时候 数一个数字 就数我们的呼吸 例如我们在入吸和出吸的 入吸我们可以默念 入 出 数一 入 出 数二 或者说也可以这样喊 吸呼一 吸呼二也可以 或者说你出入一 出入二也可以 或者呼吸一呼吸二都可以 这些你自己定一个词 或者说你说那我不用一二三四 我用一二三四 我用一二三可以吗 可以 或者你可以用 用巴黎也可以 没问题 或者你可以用福建话 用什么 用马来话都可以 这些并不重要 就是 但重要的就是你要 要在数息的时候知道呼吸 而且数息又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呢 是数的时候你的心不要放在数字上 而放在呼吸下 借助数字去知道呼吸 第一点 第二点呢 第二点呢 就是指数息的时候 要有一个限度 这个限度呢 是在五到十之间选一个数字 如果选五以下 例如数到三 或者数到四 那这样的话 由于心的空间太小 而不容易平静 就好像 用一个很小的牛圈 去圈着一群牛 那么这些牛 以过度的拥挤 而变得 有时候会 牛在里面躁动 如果数超过十 又由于数的数字太长 而心往往他会数 数字数字又容易跑掉 就好像说 你所要注意的范围太大了 他反而不利于集中 因此我们可以在五到十之间 选一个数字 Neopausia都建议我们 数到八 因为他时时在提醒我们在 我们要培育八圣道 八之圣道 我们就培养八之圣道 或者说有的人要数到十也可以 它是证明说我们要培养十种巴拉蜜 这也是可以 在数息的时候也要注意 不要数字数失 心就变成在落一种概念 然后呢 数字还是照数 心还是照在打妄想 这个也是不好 这个很容易 本来数数的目的 是为了去除妄想 但是你既然专了控制 学会的一边在数数 一边在妄想 夫不相干 夫不妨碍 大家共荣共存 你不妨碍我不妨碍你 这个不行了 我们是用数字来去去求这些 这怎么办呢 之所以要限定一个数字 不会数 经常一直数下去 就是为了我们在 从一数到八 或者数到十 这个时间段里面 让心不飘走 它的目的是为了这么样 而不是说你只是数 数就可以 如果发现到心还是习惯性要飘走 那我们就要学习 古人 那些古代的宗旨们 有时候在脱波的时候 发现他心跑掉了 正念没有了 他就暂时不再行走 我们现在也是 如果发现数字数字数字 心又跑掉了 跑掉了 你还是继续在数 一旦你发现了之后 你不要把那些数数 当一回事 不算数 重新再来 就要做到 从一数到八 这个时间段 心不要跑掉 这样才要想 不要数到叶麻木 一坐下去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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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心是根本 还是没办法降服 如果这么样数 还是不行 心还是会跑掉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用更强的方式 来去数 就是我们可以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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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更强的方法来数 或者说我们可以数 一二三三三三三 那就怎么样就是 入的手一 出的手一 出的手一 二 用这种方法 也就是让心不要有空隙 让它溜出去 用数字排得很密 它没有空 钻进 钻溜出去 用这种方法来去数息 如果这么样熟悉 当心已经开始安定下来的 那个是很好 那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下面一个阶段 下面一个阶段 是水 这里的水当之它跟处其实是在一起说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的人在教水的时候是用错误的方法来教 我们从这一段话来看 这里讲到的水其实在很古老以前都有人交错误的方法 他们认为水呢是指西七的时候 这里是粗 然后呢到了心脏这里是中多几次后 然后呢又这里是粗 中后 怎么样 就跟随着姑息 跑进跑出 跑进跑出 这个叫做水 那清清道论里面就这么说 随名为放弃数数后 不间断的让念跟随着入出息 但 并非跟随着他的初中后 就是不是跟着外出的风 以其为初 以心为中 以别端为后 内进的风 以别端为初 以心为中 以其为后 不是这面 为什么呢 若这样跟随 会令心散乱 躁动和动摇 就好像无碍解道里面说 无碍解道今天 经账里面都这么样指出了 以念跟随着入息的初中后 而内进 因心散乱而使心 而使身心皆 躁动动摇和动荡 以念跟随着入出息的初中后 而外出 因心散乱而使身心皆 躁动动摇和动荡 那所以很明确 我们也这里讲到的水 它不是指心跟着呼吸 跑进去 跑到心里面 跑到肚子里面 以后再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 有时候就发现 确实还是 乃至到目前 都有人是这么教 但是 无论是在清净道路 或者说佛陀在世的时候 的无碍解道 已经说出这种方法 是错误 就是不能够跟随 那应该怎么随呢 这里的水 其实是在修sapagaya全息的阶段 了知呼吸的整个过程的初中后的阶段 是用水 但是这里的水 不是跟着他进去 不是跟着他出来的水 而是在这触点之里 去专注呼吸 就如如在清净道路里面 就为了这一个他挤了好几个例子 他挤了至少三个例子 他讲到呢 他就好像一个 破脚人 一个破脚的人 在跟他的妻子在玩当千秋的时候 这个破脚的人 在和他妻子玩千秋的时候 他当他推动了千秋 知道千秋吗 就这样摆来摆去摆来摆去 这样子 他就在那个千秋的柱子下面坐下来 然后就看着那一挡来当去的千秋 一旦发现到这千秋快的体呢 他只是坐着在这样一推 然后千秋又是这么荡来当去 是不是 同样的 作为禅修指来说 他也是 并不是跟着呼吸进去出来 而是在这个地方 就这里去知道呼吸的进出而已 又比如像一个守门人的例子 一个守门人 他不会管进到城里面的人 也不会管没有达到城门的人 只是去负责正好到达城门里的人 这是他的责任 就像一个海关人员 就在那个immigration office那里 就是在那个出入境那里 那个检查他就是 只要你走到他的前面 他检查他的护照 你这个人怎么是不是 那他会不会管已经进去的人 也不会管没有达到的人 他只是管正好站在他前面的人 检查的护照 检查身份对不对啊等等 这是他的责任 然后正是如此 这笔窟对内进的风和外出的风 不是他的责任 只对到达鼻门的入出息负责 进去的气不用管他 外出的气也不用管他 正好到达鼻门 就到达这个地方 就到达门口的是他的责任 所以我们说正念是把他按在这里 因此要注意 谁不是跟着进去跟着出来 如果跟着进去跟着出来 这个叫修什么 叫修什么 修世界差别的什么像 流动像流动像流动像是什么戒的作用 风戒水戒 又比如像寄木头 在寄木头的时候 只需注意 寄子和木头接触的地方不断的寄下去 那很快就可以把木头寄了 是不是 那你不用去管 寄过去 你的眼睛盯着那边又怎么样 寄的时候 你头这么摇摇摇摇摇摇 你可能摇不了几下 你就头晕了 不用管他 你只是这么样寄寄下去 就能够把木桩寄了 同样的我们培养定义也是 先不用跟着他进去出出 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的话 进出不久 你的心就变得很躁动了 你想要平静下来 反而不能平静 所以只是在这个地方 去专注就可以了 所以清清道论里面 就这么样很肯定的说 只有将面放置在触点的地方 所以我们修行之后 才能成就入出 西念的修行 佛陀佛陀佳喀巴那 所以我们说要在修路初心念的时候 应该要专注在这里 专注在触点这边 但是呢也不是说专注触点 而是专注触点去 在触点这里专注呼吸 因此我们要提醒一下 专注触点和在触点 专注呼吸是不同的 专注触点对不对 对不对 对还是不对 专注触点 专注触点 修路初心是对不对 No 不对 在触点专注呼吸才是对的 我们在于刚才那个例子来说 如果一个海关的officer 一个人员 他是去注意正好经过他工作岗位前面的人 还是去注意那个地方 你现在如果你去到自己的officer去工作 你是注意自己的桌子凳子 还是去注意在这个工作上去做你自己的工作 这个地方是我们工作的地方 那工作的对象是什么 是呼吸 对 因此在无碍解道里面 就这么讲 像入息除息非依心所言 知此三法指修习有所得 那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一句话是指在我们修入初心念的时候 要注意三样东西 但是这三样东西 一个心在同时是不可能一下子知道三样东西的 但是你如果不明白不清楚这三样东西 你怎么修你都不会成功 像入息除息 它并不是因心的所言 就是一个心一下子不能同时知道这三样东西 因为按照阿维达摩 心 一个心只能知道一个所言 一个目标 它不能同时知道几个目标 几个目标那是不同的心产生 知道的 如果知道这三样东西 那么我们修行才有所成就 我们也知道这一首寄送 在清静道路里面出现过两次 这一首寄送其实是在 金藏的无碍解道里面来的 那我们就知道这里讲到的 像 它是指禅像 或不是 这里的像它是指鼻头像 下面的在这里讲禅像 是指鼻头的像 也就是鼻像或者口像 入膝是指吸进去的呼吸 出膝是指出来的呼吸 那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是指 如果一个禅修者的心 只是把它放在 治理的口像 那它就变成它不知道入膝和出膝 是不是 那如果它 只是知道入膝和出膝 但是就不知道放在哪里 那么它又少了一样东西 那应该怎么样呢 医师清静道路里面讲到 比枯将面置以鼻头或口像而作之 不作意来与去的入膝 但不是不知来与去的入膝 也了知精勤即完成 努力成就殊胜 也就是说 把正面 按住 安置在鼻头 这里的鼻头 不是指这个鼻尖的鼻头 这里叫鼻尖 这里的鼻头 叫做 NASIK NASI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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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鼻子 AKE 是指这里 就是我们可以说 这正好鼻孔的外 外面的这个地方 成为鼻头 或者口像 口像用现在的话来说呢 那不是这 啊 张开这个叫口像 而是指这里的 我们说的人中 这个叫做 MUKA NI MI TE 口像就是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这鼻孔出口处 或者在人中这个地方 这样不去注意 进去和出来的入膝和呼吸 但是也不是不知道 你知道 但是你不要去跟着他进去和出去 意思是指 首先 禅修者先把心定在这个点上 然后 在这个点上去装住呼吸 就好像 我们要去做工 上班 先坐在自己 座位上 然后 在座位上 再处理自己的事情 所以说 只是注意 自己的触点 那是不对的 而是在这个触点上去专注 入膝和出膝 那么一旦找到了这个触点 就不用太过在乎触点的 就把心放在呼吸上来 就是这么的意思 不要透过这模样 那修行才有可能成就 就是这么样的意思 那同时 那同时呢 我们也要知道 在修行的过程中 要注意 除了这一点之外 我们无论如何 不用去找其他地方的呼吸 那请你到里面讲到 另外 该具足了念与会的笔枯 不应在自然处处之外 去行求其入出膝 因为在 我们禅修的过程中 经常都会随着自己定力的提升 或者自己心的敏锐度 会有很多种不同的体验 例如有些常去做着做着 看到这边有光啊 或者说看到有一些影像 或者感到身体很舒服啊 这些体验都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 有 由于你体验到一些光啊 一些影子啊 看到一些树啊 因为我们会发现到 很多的禅修者 他都有类似这种的体验 做着做着去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看到那个 特别是那些喜欢看这个 看那个的人很危险的 要注意 如果说 你的心被这些光啊 影子啊 影像啊 哪怕你见到佛陀 来照相你照相 你都不要去理他 真的就不要去理他 这是 你的工作啊 我们的工作 只有在这里去 觉知呼吸 这才是我们的本质工作 我们的本分 其他的都不是我们的本分 你不要多管闲事 或者说你的心不要耐不住啊 老是去管其他的东西 光啊 影啊 影像啊 佛像啊 你的亲人啊 你喜欢的人啊 你讨厌的人啊 等等这些东西 全部你都不用去管他 全部你都不用去管他 为什么呢 啊 因为在 一个人的定力培养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 那定力其实是一种新的力量 这种新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实现我们的心想或者心念 但是定力提升了你的念力稍微比较弱 那由于念力比较弱 他对心的保护力就偏弱了 一旦偏弱了这个时候 心啊 就有时候跟着自己的欲望 或者说个心在在运作 因为太威信了我们察觉不到 因为正念太弱了 你一旦呢 你的定力支住这种心想 那么你的想运 你的想就会变现出一些影响出来 心是很快的 但你的正念跟正知是很弱的 所以心比较顿 他跑的没有心想那么快 因此我们感觉到好像他自然而然呈现出来的一样 而且呢 在你常做的过程中 这些影响有时候出现都会很真 为什么 因为他是得到你的定力的支柱 所以他出现得很真 然后你就去追止他 认为这个是什么境界 或者说有时候你看到很快阔的 他整个世界都展现在你的面前一样 山额大地 寥寥分明等等这些 这个是很危险的 就好像一个小孩子 在母亲的怀抱里面 或者老是在 父母看之 父母就很放心 或者是等他长大了之后 他自己有能力去哪里的时候 我们也很放心 最怕就是小孩子刚学会走 他有能力走了 但是他却不一定认得路 我们就很怕 怕他走出去回不了家 那我们就要打电话报警 到处去找他了 是不是 心就是这么样 所以 只要在处处之内 在这里去觉知呼吸 其他的地方 去管那些光荣的灯 都不用去管他 一旦去追随着他 那心就会跑开 会跑掉 如果我们认为那些 是什么殊胜的境界 是什么缠纳的境界 因为有些人说 缠纳他见到什么 很开阔 见到这个 见到那个 其实他没有走火入魔 就是很幸运的 所以呢 所谓的走火入魔 其实都是由这些而来的 他的心已经就好像一个小孩子 走出去有能力走 但是没有能力认回家 那紧接着呢 佛陀在经典里面又讲了 在修入出信念的过程 入膝长时了之我入膝长 出膝长时了之我出膝长 入膝短时了之我入膝短 出膝短时了之我出膝短 他学我将决至全身而入膝 他学我将决至全身而出膝 他学我将平静身形而入膝 他学我将平静身形而出膝 佛陀在这短短的一句经文里面 已经讲到了修入出信念的正的缠纳的过程 讲到这里其实已经包括了正的第四缠纳 那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简单的分析一下 修入出信念的大致的过程 在专注呼吸的过程中 如果呼吸进出很明显清楚 那就应该注意入出膝 也就是说刚专注呼吸的时候 呼吸很清楚 那你就知道入的膝出的膝 当呼吸的进出变得比较微细 缓慢时可以专注长短吸 那随之专注到一定的阶段 于是呢 呼吸就会变得比较缓慢 比较微细 缓慢的呼吸我们称为长吸 于是我们就可以注意长短吸 有时呼吸稍微再快一点 但是基本上已经开始慢慢的变微细了 当呼吸的进出变得更加微细缓慢时 可以专注全息 Sapagaya 就专注呼吸的整个过程 如何专注呼吸的整个过程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不要跟随 而是知道在触点 就在人中之里 知道呼吸的开头中间结尾 如果呼吸这样进来 开头中间结尾 而不是这里开头中间结尾 这样就专注它 由于呼吸变得更加微细了 如果我们仍然是注意入和出的话 那由于入和出的时间太长 心有时候又会跑掉 于是我们就把入 又再分为三个阶段 就是入分为开头中间结尾 出心又分为开头中间结尾 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就可以跟得更紧 让它 让我们的呼吸变得微细 我们的心也变得更细了 当呼吸变得很微细 若有若无时可以专注微细 当呼吸变得很微细的时候呢 很多常修指就会产生困惑 他们都会说 很多人会说我的呼吸没有了 其实呼吸并不是没有 而是自己的正念不够细 所以才觉察不到呼吸 只有七种人才没有呼吸 那七种人呢 第一种是在母胎里的胎儿 母胎里的胎儿是没有呼吸的 第二种是潜入水中的人 或者说溺水指 第三种是无想有情的犯天人 第四是死人 第五是进入第四场的人 这里也包括了进入无世界 无色定 第六是投生到世界和无世界的犯天人 第七是入灭禁定的人 你说你没有呼吸你是属于哪一种人 哪一种都不是 你也不是胎儿 也不是死人 也不是灭水了修科的人 那是为什么会没有呼吸的 其实不是没有呼吸 而是自己的正念正知太弱了 那这样的话他就 掌握者就应该要来喝止自己 你不是母胎 也不是胎儿 也不是溺水指 也不是无想有情天 也不是死人 也不是进入地四场等等 只是由于你的智慧太迟动 所以不能够了知入出息而已 然后呢就把你的心就安住在这边 去等微息 或者说直接了当 你就把它当成是微息 不用去管它进跟出 只是安住在这里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静静的等着呼吸 在这边就是 就好像一个人 坐在那里 当他的牛不见了 他不用去找他牛 因为他懂得牛的习性 他就坐在一个湖边 他知道牛他走了 口口了他一定会 回来这边去喝水 那你就坐在那边等 或者安住在那里 静静的等就可以了 我们的心也是 发现到呼吸太微气的不见了 不要去找他 更不应该去改变他 而应该静静的在这边去等待呼吸 等待呼吸的重新出现 那当禅修指无论在专注入出息的阶段 专注长短息的阶段 专注全息的阶段 或者专注微息的阶段 都有可能出现光 但是 光不一定等于产相 为什么会出现光呢 是由于病例培养到一定阶段 就会出现光 光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而且也跟每个人的巴拉密有关 光在刚出现的时候 它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 例如可以出现在额头 或者在鼻孔前面 或者在头部上方 有的人就感觉在 左边 有的人感觉在右边 有的人就感觉在下方 等都有可能 现在有些人的体验呢 就不一定 正常出现 他就是专注专注 突然偶尔有一两座 突然闪了一几下 都有可能 但是光和长相是不同的 光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 但是长相只有出现在这个地方 就出现在口相 或者出现在鼻端 鼻头这个地方 这是 幻言之 由于我们是在这个地方专注呼吸的 所以 唯有呼吸变成的光 光就是呼吸 呼吸就是光 那个时候才是长相 其他的光 都只能叫做光而已 不能叫做长相 那只要是光 我们就不用管它 唯有光变成长相 那我们就 专注在这里 所以就可以得出 这么样的一个结论 不用去理会光的位置 明暗度 颜色 形状 我们重要的是 要一旦光它跟呼吸完全融为一体的时候 才是我们专注的对象 其他的都不用去管它 因为 因为 唯有光完全跟呼吸融合在一起 这个时候我们才叫做长相 那讲到长相 所以 入出信念的常修指 随着自己定力的提升 它将能够体验到不同的长相 在清静道论里面 在清静道论里面这样说 对于如此修行者不久会出现长相 但它并非所有人的都一样 但它并非所有人的都一样 对此 有人的长相 如心之光 如磨泥珠 如珍珠 有人的长相 成为粗畜 而像棉花子 如心目之真 有人的长相 如长腰带 如花环 如火焰 有人的长相 如张开的珠网 如云雨 如莲花 如痴伦 如月伦 如日伦 而出现 所以长相的出现是因人而异的 在修行的时候不要对比 不要对比 你的长相是怎么样 因为我发现有些人就喜欢去对比 你的长相是那么亮 我的就不是长相 老师说你不用去管它 你只管专注这个长相 然后他一对比 他想到别人的这个长相长相 别人的长相是透明的 我的长相为什么是亮的 别人的长相像一个水晶 我的长相像太阳一样 所以我的就不是长相 他的长相 不用去对比他 我们看清静道论都讲到 产相有这么多种 所以我们可以说 你不用管它 你又像不像水晶 清静道论没有说像水晶的 那你就 你就只是管你自己的 产相是怎么呈现 就怎么呈现 有的人的产相像 红莲花 有的人的产相就像 紫玫瑰 有的人的产相就像 天一样的蓝色 这些都可以 都是产相 都是产相 唯有 他出现在这边 这个就是 共同的特征 而至于 原色形状 不尽相同 都没问题 那如果产相出现了 那他就应该去专注产相 我们在这里就讲到 入出西念的产相 一共有三种 三种产相 第一种产相是 变坐像 变坐像 变坐像是指 我们的呼吸都算是变坐像 那 刚才我们讲的 为什么入出西念有那么殊胜 因为一旦你专注呼吸 你就是专注产相 呼吸也是产相 不过它是随便坐像而已 然后 当呼吸已经出现在 在这里 犹如烟 犹如雾 犹如一些 薄云一般 那这个就叫做 取向 只要 取向是出现在鼻头之地 跟呼吸结合在一起 那你就不用去管它 是亮还是暗 你就可以专注这里 然后你随着你不断的专注 你会发现 那这里的产相 会变得越来越亮 亮到 有时像 晨星 像宝蛇 像珍珠 甚至像 十五的月亮 像 太阳 这个蛇就成为四象 Badibha Gannimita 这样是四象 那我们就可以 专注四象 一旦专注四象 那我们就可以 得到安置 因此 在 禅修子 在修入书信念的时候 一旦 禅相已经出现 这些 已经很稳定的 那个时候 就应该要专注 禅相了 所以 在清静道路里面 就这样说 在此 一为入习所缘心 一为出习所缘心 另一为相所缘心 没有此三法指指 他的专注 他的业注既不能达到 安置 也不能达到进行 若有此三法指 则他的业注能达到 进行和安置 正如这样说 相入习出习非心所缘 不知三法指 修习无所得 相入习出习非心所缘 知此三法指 修行有所得 也是清静道路又重复的出现了 这首寄宋 但是在智力所出现的寄宋 文字上是一模一样 但是意思上 改了一个 智力的相 在智力是特指四相 Bati Bhaka Nibita 在Mahatika 就是在清静道路的解释里面 就讲到智力的相是指四相 也就是说 当四相出现的时候 就应该专注四相 不用再去管其他的 或者说 在这个时候 你的呼吸 入息也是四相了 出息也是四相了 而四相也是这样的 它们已经难舍难分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专注进去就可以了 在专注四相的时候 禅修者就将有可能 就证得禅纳 或者说 一旦心开始专注四相的时候 它就可以正 达到进行定 而再透过不断的去练习 进入定地 它就能够专注 就能够达到安持定 达到粗产 你只在 四阿比达摩议论 里面 就这样讲到 对于长相 一切业处都能 通过适当的方法 获得辩作相和取相 但只有辩 这里指十辩 不禁是十不禁 身分是指三十而身分 入出息 才能获得四相 在此确实是通过 专注四相 而转起进行定和安持定 那这句话呢 我们就 应该很肯定 四十种业处都能够获得辩作相和取相 但是有些业处是没有四相的 例如修慈心 修慈心就没有四相 修慈悲其实都没有四相的 但是呢 有二十二种业处是有四相的 你修佛随念没有四相 你不会说我专注 我修佛随念 我看到了四相 我投入四相 对不起啊 你修是有错误的 佛随念没有四相 修慈心啊 你看到什么那个也不能 那也不是四相 唯有二十二种业处才有四相 即十遍十不禁 三十二身分跟入出信念 换言之 十一种不禁业处 十遍还有入出信念 才有四相 而且只要 这二十二种业处的任何一种 你必须透过专注四相 才能真的缠纳 你不要说 我修入出信念 我专注感觉 感觉我要喜乐 我就是出场 等等 不是怎么样 没有四相 你是不可能真的出场的 不可能真的入出信念的四相 不可能真的入出信念的任何缠纳 本来是进行定都不得 所以一定要有四相 而且是这里讲到 确实是通过专注四相 而转集就是达到进行定和安置定 所以我们就很肯定 想要修入出信念 就必须先透过专注呼吸 当定力达到一种程度 将能够出现光 那当光跟呼吸完全融合在一起 我们这个时候就成为叫做禅相 透过专注禅相 禅相会越来越亮 越来越稳定 就变成四相 然后我们的心就投入 专注四相 而达到缠纳 那这就是 透过修入 入出信念的培养定地的方法 那我们明天晚上再来讲一讲 透过修入出信念的 转修的培养 修观的方法 然后我们再讲其他的 既止随念 四足无色等 然后我们现在 一起做回向 南口 南口 Asawakaya Wahanghoduk Idamibhonyang Nippanahsat Matcheyohhoduk Mamabhonyabhagam Sabhasatanang Mahajemik Desabhay Maisamang Bunyamabhagam Lapandu 愿我此功德 倒向猪肉井 愿我此功德 为朕涅槃圆 我此功德分 回向猪友琴 愿彼等一切 懂得功德分 S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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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do